他要說報告的主題分享的就是這個囉 那讓我們再掌聲歡迎一下 陳夏 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的簡報喔 所以我會盡快 今天講的題目是自由軟體 授權資訊的標示跟SPDX 那麼其實大家今天可以叫我東媒喔 因為CostCop的那個 這個說明手冊 把我跟東媒是搞混的 不過明天以後麻煩大家叫我陳夏 那這張照片呢 今天有很多人問我說 這張照片是什麼時候造的 這張照片是我十年前的 是十年前的我 那今天我拿這個照片來做一個影子 就是十年前的我 現在可能長得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主題是自由軟體的授權標示 那有時候你拿到open source的東西呢 它上面可能有些copyright notice 有些授權標示 但是當你在改寫跟轉手出去以後呢 它未必是保留原來的樣子 你必須知道 可能你做了一些改變 那這些資訊必須要去follow 那不然呢就是一個不實的標示 就像我這張照片一樣 這是十年前的 那我們這個不是一個技術議程 我們這是一個自由軟體的一個法律授權的議程 那為什麼特別在Costcap講這個議程呢 因為我們知道open source的專案 有很多的原件 你可能是抓別人的open source的原件 你放在一個大專案裡面 但是每個專案有不同的一個授權方式 那你如何合理跟合法的去運用這些原件 在不同的一個大的專案裡面 那它是有學問的 那這張表是那個David Weir 這個作家 他應該是Gannu計畫裡面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他回答很多license的問題 那這是他畫出來的一張表 就是open source的原件 當你抓到一個open source的原件 你改寫它或是merge它的時候 它怎麼去演變 譬如說MRT跟BSD三款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apache 2.0的授權方式 你也可以再把它改成LGPL3 但是這個過程是不能逆轉的 所以授權的相容性 有它一定的遊戲規則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講的其實是什麼 就是你怎麼去辨識一個 自由人體專案的授權資訊 那你怎麼去登錄 經理轉手 可能你改寫或是沒改寫過以後 有些資訊必須要去改 怎麼去登錄這個自由人體專案的授權資訊 那我們今天講它的方法跟一個重要性 那由於時間有限 所以如果各位對我們的演講內容 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隨時舉手 但是我不一定能夠回答 那在會後的時候 我們還會待在這個地方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找我們來 那後續的聯絡 這份簡報會上網 那都有我們的聯絡資訊 有電子郵件 有電話的一個聯絡資訊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自由軟體這個東西 它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都知道 就是當別人已經寫好一個好的原件的時候 你不需要重新去製造它的輪子 你不需要重新製造它的引擎 你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 去把別人寫好的專案 build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open source的專案 你可以用很快的速度 重新建立起一台車子 那我很喜歡用這張圖 其實這三年來用了非常多次 這是一個MySQL的一個示意圖 他們強調的就是 open source的原件 open source的專案 你可以去把別人已經寫好的東西 組合在一起 做一個很好的merge 那你可以專注你的心力 在寫這一塊你所需要的功能 所以這是一個open source的好處 那我們也知道 因為這樣的好處 還有網際網路的發達 那這十年來 open source的專案 可以像是雨後春筍一半 它得到一個很大程度的成長 那這些都是一些著名的open source專案 大家可以做參考一下 那open source的好處呢 它的強項在於哪裡呢 一個是借力實力 我忘了打錯字了 借力實力 借力使用其實沒有錯啦 借力實力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站在別人的基礎上面 把這個軟體專案發展得更好 那第二個方式呢 因為它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它是容許多人共工的 有版本控制系統的話 你可以透過網路 跟全世界不同的人 同時來進行 一個專案開發的合作 這是最大的兩個優點 所以你這個程式 把散播出去的話 你可能跟全世界的 這個superman的超人 可以一起工作 一起共同工作 但是呢 但是就像我之前講的 open source它不是公共財 它其實還是一個 有著作權保護的東西 所以當別人把它的原件release出來的時候 它的授權套款 就代表了它預設的遊戲規則 那並不是所有的原件 你都可以把它merge 在同一個專案去使用 譬如說我們這張圖 是一個示意圖 那基本上CDDL EPL跟GPL 它都是有copyleft性質的一個license 所以隨著這個原件釋出來的話 沒有辦法讓CDDL的原件 跟GPL的原件 static link 或是直接merge 再變成一個binary code 所以如果你的專案裡面 有這些授權衝突的事情 那就必須要去解決 那要解決這個軟體專案裡面的一個 授權衝突的問題 那第一步 你必須要先查驗 專案的一個授權狀態 你必須知道哪些授權原件之間 是筆記產生衝突的 那在過去幾年 前年的CostCop的演講 然後今年的OSDC的演講 我們有說過 這樣介紹過 Forceology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是 可以去搜尋你這個檔案裡面 它Source Code的形態裡面 有沒有這個copylight notice 那你就可以知道 個別元件裡面 它的授權狀態是怎麼樣 那OSDC的演講中 也有介紹過 Open Source License Tracker 這套軟體 那基本上它可以去查驗 你這個檔案裡面 可以用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方式 去把一個大的自由軟體專案裡面 這個授權的狀態分析出來 那可是 這些東西呢 只是能讓你看懂 別人到底是怎麼授權它的專案的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自己原生 新創的一個元件 你應該怎麼去標示 它的一個授權聲明呢 那第二個方式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是改做別人的 可能你把別人GPL的code拿來改 Apache 2.0的code拿來改 BST-MIT的code拿來改 那你怎麼去加注你自己的 你的授權聲明呢 或是你的授權聲明呢 所以這個重點 簡單一句話就是說 你今天拿了一個Open Source的東西來改 那你再釋出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去標示這些授權資訊 那接下來我講的其實就是 常見的一個自由軟體授權標示 會出問題的地方 那可能就是它標示做的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那我們先講講做的不是那麼好的地方 等一下再來講怎麼去改善 所以常見的問題是 你的網站上面根本沒有擺這個授權資訊 這是大家現在很喜歡用的 GitHub的一個hosting的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做Open Source專案的一個開發 那其實GitHub呢 它沒有一個地方是特別讓你放license的 那譬如說Google Code或是sourceforge 其實有一個地方你是特別要填住 你這個專案是用什麼方式授權 那GitHub並沒有這個設計 所以我找的是這個cfWires的這個專案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網頁上你並看不出來 這個專案是怎麼樣授權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你的檔案這個目錄結構裡面 也沒有一個說明檔案 譬如說GitHub其實它有一個機制 它蠻聰明的 它會直接搜尋你這個檔案目錄 然後它會露出一個警示說 我們其實找不到ReadMe這個檔 那你今天release你這個Open Source專案 其實應該要寫個ReadMe 讓你來講你這個專案的授權狀態 跟其他程式的互動狀態是什麼 所以它會特別去搜尋你這個檔案 目錄結構裡面 有沒有ReadMe這個檔案 沒有的話 它會透露出這個訊息 看這個專案的開發者 要不要改善這個狀況 還有第三個標示不清的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重案檔案 其實沒有授權資訊 就是你個別檔案的Handle Fire 其實是可以insert一些重要的授權資訊 但是這邊提出來就是Handle Fire 很多人你改寫的一個元件以後 其實沒有去改Handle Fire這個授權資訊 然後這會造成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我們都知道Open Source東西 可以容許重置再散佈 那你散佈可能會散佈全球五大洲 那如果你這個檔案 譬如說你這個專案 可能原件有你這個網頁有標 可能你的檔案目錄下面有一個授權資訊 可是你個別元件的Handle Fire 其實沒有這些授權資訊 那別人可能只是抓你一部分的功能 那接下來他把這個元件拿走以後 在散佈棘手以後 沒有人知道這個元件 這個檔案應該是用什麼樣的授權方式 甚至沒有人知道這個元件 原始是由誰來撰寫的 所以呢 我們剛才講的是三個常見的 一個登錄資訊的一個謬誤 或是一個錯誤 所以我們就從這個觀點來看 那怎麼樣才是妥善登錄你這個授權資訊的方式呢 第一個 網頁的首頁 這個比較清楚的地方 還是要去標這個授權資訊 那譬如說同樣在GitHub上面 host的專案 那這個Blueprint CSX這個專案呢 雖然GitHub沒有提供一個 特別標示授權資訊 可是它有給你Wiki的功能 所以它在Wiki裡面直接寫 我這個檔案的license 我這個專案的license是什麼 它直接用Wiki的這個系統 來寫個license的notice 那這樣的notice呢 譬如說我們再舉Bitbox為例 它的首頁就會告訴你 它是用GPL 2.0來授權的 那它會給你一個連結 連到一個license的頁面 清清楚楚告訴你 它們的授權態度 現在比較成熟大的自由軟體專案 它都會有這樣的方式 那第二個呢 就是建議你每次一個 修過一個檔案的時候 你的handle file 就要加入一個檢驗資訊 檢驗資訊就可以了 這些檢驗資訊呢 通常呢 會包括你的專案名稱 那你著作權利人 你改寫人的一個姓名 還有你這個創作的年份 你這個專案host的網址 還有你所使用的授權條款的名稱 那我給一個範例 這是一個杜撰出來的東西 因為今天是Russian跟Fluence 或是你可以叫Fluence 它今天是Russian 我們可能寫了一個程式 叫LF Convert 1.0 這是一個程式的名稱 一個簡單的copyright notice 其實就是三個元素 做權利的人是誰 著作年份 然後再一個大C的標示 2011年copyright 林城下跟葛東美 再給一個專案的網址 那當然這是一個假的網址 所以最後是fakelink.com 那你就是給一個你專案 或是你這個程式主要在host的一個網址 那最後就是授權資訊 其實不需要把所有的授權權文都標上去 那你可以簡單給大家一個提示 就是這個程式是released under GPL 3.0 and the later version 這樣子就是一個很充足 你可以放在handle file的一個授權資訊 那我們舉例拿freeBSD這個檔案的為例 它在handle file其實就直接把 三款BSD授權條款直接丟上去 那當然BSD的授權文字非常少 你可以這樣處理 那GPL或是其他的MPL 是沒有人這樣處理的 那通常一個重要檔案 他們就是把你這個著作權的聲明 檔案的名稱 專案的連結 還有你的授權狀態 做一個最簡單的介紹 那每個handle file都會加上這樣的一個資訊 那第三個改善方式呢 就是鎖成目錄裡面呢 放一個readme 或是叫legal的一個純文字檔 那這個檔案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再看blueprint CS這個專案 它的檔案目錄第一層 就有一個readme 點txttite 那進去呢 它就告訴你說 好 你要知道我作權的聲明呢 你就可以去看Other這個檔案 如果你要看我細部的license的一個資訊 你可以去看我license的檔案 那當然這個readme還有很多 其實就是講 怎麼去build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怎麼跟別人互動 這是一個最基礎的一個readme 那在鎖成目錄第四個 在鎖成目錄裡面 也建議呢 也不是建議啊 要放這個coping或license這個檔案 這也是存文字檔 那譬如說Linux kernel呢 它就把GPL的2.0的條款全文 跟它的授權標示 放在coping這個檔案 那license其實就是license全文 因為舉GPL為例 它要求說你散佈這支程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GPL的全文一起散佈 那其實你不一定要印出來 你可以用一個電子檔放在檔案裡面 所以要有coping跟license的這個檔案 譬如說blueprint的css這個專案 它有放一個license 其實進去以後 它就直接給你這個bse的一個license的內容 那第五個要提醒的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原件呢 是有用到3rd party license 3rd party的component的話 那建議在手層裡面 也要有一個3rd party license 這個存文字檔 來描述你到底用到哪些 不是open source的一個library 或是原件 有時候這些原件只是跟你互動 或是說dynamic link 但是你可能整包散佈出去 它可能是freeware或是shareware 它可能就不是open source software 那這部分的權利可能不是你所有的 可是這些原件其實網路也可以下載 那建議呢 就是寫一個3rd party license 這個存文字檔 把這些呼叫連結互動的關係 稍微做一個交代 那講完這個授權標示的問題呢 我們接下來講的主題是spdx 它的權文是software package data exchange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其實是lanet foundation 下面的一個子計畫 那這個子計畫做的是什麼呢 這個子計畫其實是很多的商業公司 跟lanet foundation來做一個合作 那包含canonico betadak hp 那motorola 現在有一部分被google買了 所以我把它畫到一半的三節號 openlogical palamida sauceedit 這些商業公司 他們覺得有這個需求 所以早上lanet foundation來做這個子計畫 那一句話來說 spdx是什麼呢 就是業界共通的授權資訊的標示標準 就是業界發掘 用open source的東西 他們必須要知道別人是怎麼標示的 他們也必須知道這個授權狀態 再散步出去的時候 也必須要給下游廠商一個交代 如果大家繼續要做這個business的話 必須上下游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去做一個釐清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是一個簡單的授權標示的重點 那spdx其實就是業界正式的 在做一個商業運用的時候 他們所定下的一個所謂的授權標示的規矩 所以接下來這部分呢 就交給丞下東美來幫我們解釋 好 謝謝丞下 大家這樣聽得清楚我的聲音嗎 後面的人 可以齁 ok 好 接下來呢 大概就是由我來介紹一下 Xpdx這個計劃 如同剛才陳夏所說的 這個其實是 大概國外的許多一些大的公司 他們在利用自由軟體的過程當中 發現在很多上下游鏈的這些產品的 這整個交易的過程當中 那授權資訊其實會標示的很不清楚 那甚至有些沒有標示 會造成他們的產品在賣到市場上的時候 會有一些侵權上面爭議 所以大概從去年的 去年初開始的時候 大概就有許多的大廠集結在一起 然後來發起來制定這樣子一個標準計劃 那這個計劃大概一直進行到現在一年多了 一直到昨 我看今天是20號嘛 然後到8月18號正式的 在前天在Linus Com North America在加拿大舉辦的這個活動 他們正式釋出了第一版的規格書 那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重要 而且我個人認為覺得 我其實覺得蠻高興看到一件事情 因為這個規格書制定出來之後 已經釋出了 那這個XPDS計畫 預計他們希望能夠達到的效果是能夠提升這個自由軟體 未來在各個角落 各個產品上面 或是說 不管是在哪一個各界方面的流通速率 大家能夠方便利用它 並且也同時能夠降低 產生侵權的爭議 那這個XPDS規格書裡面 其實到目前為止 一年多了 製定非常的詳細具細名移 我大概大概點出三點 大概比較重要的內容 為大家就是 讓大家大概知道的概念 有興趣的話 可以之後再去詳細看它的規格書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的軟體 還有它的裡面相關的 個別的這些檔案的資訊 那包括一些著作權的聲明啦 授權條款 這些直接和授權相關的資訊 那另外呢 還有當然就是套件 這些軟體套件名稱 檔案的名稱 還有下載的位置 讓人家知道它在哪裡找得到 甚至還有就是你的這些軟體 或是檔案 你有修改的話 它有提供一個自動對照的 CheckSum的一個機制 那他們這些都有制定出來 再另外第二點呢 當然就是 特別針對授權 資訊相關的部分 他們還有制定一些 更細部的一些內容 那其實最主要的 大家看我第二個 這個藍色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重整的一個授權條款的縮寫表 那這個縮寫表裡面就是把這些 現在目前各界常用的自由軟體的授權條款呢 他們有一套縮寫的方式出來 主要就是以常見的剪寫為首 然後加上一個半型的Dash 然後再連接一些授權條款 重要的資訊還有它的版本別 舉例來說這個GPL 的大家很 蠻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GNUD General Public License 2.0 及其後版本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授權的標示 那在它的縮寫表裡面 它就簡寫成為GPL 然後Dash 2.0 加 那這個加呢就是代表說 及其後版本 其實這樣非常簡短 而且是制定下來 大家以後這樣用的話就非常的清楚 知道說這個軟體是用什麼方式來授權的 第二個例子 這個是GPL 3.0 這個是在場都是有用GCC編譯器 或是有自己在編譯的程式的話 大家應該都知道GCC編譯器 這是相當有名的一個編譯器 那它現在其實在逐步的在提升到它的 把它的授權改版成為GPL第三版 那它其實用的授權的不是很單純的GPL三版 它是GPL 3.0 然後with GCC的Exception 那這麼長的一個授權 如果說它原來它原名其實還要更長 寫出來其實相當的長 那在簡寫表裡面呢 簡寫出來就是這樣子 GPL 3.0 然後with GCC Exception 這樣子其實大家一看就很清楚知道 它是用這個方式來授權的 那現在這個授權縮寫表的這一套呢 其實已經被OSI這樣的一個組織所接納了 OSI其實在自由軟體這個領域裡面 它是專門在整理還有審核自由軟體授權條款 它的網頁上面就有這樣的一個表 那現在這個表呢 它的縮寫都已經改為跟ExpediaX是一樣的方式 所以大家在網站上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呢 ExpediaX也把這個授權條款的縮寫表 有放在網路上面 那各位如果是有興趣的話 其實可以上網可以查得到 這個簡報上面這些相關的這些網頁 我們都附有連結 那大家拿到網頁 大家拿到這個簡報之後呢 其實都可以直接點選這個網址 就可以連結到它的網頁上面去了 OK 第三點 那上面那些這麼多的資訊呢 那在ExpediaX的規格書裡面 它也提供了兩套後設資料 讓大家可以去潛入到這些軟體裡面 去跟著一起散布 那一個就是一般的Tag 標記Tag 一個就是資源描述框架 SRDF 那這個是其實現在最近還蠻熱門 蠻多人其實在用的 那這個在規格書裡面呢 其實它一樣一樣的資訊該如何表 它們都非常的詳細 都有列出來 而且都有舉例 最後這個頁面呢 是show的是一個example 就是假如說 一個軟體套件 它按照了ExpediaX的規格書裡面 把相關的這些授權的資訊 還有它的這些套件資訊 都寫出來的話 都標明清楚的話 若是用一個Excel檔案 可以來呈現出來 大概有這麼長的這些資訊在裡面 那大家看起來好像很長喔 不過其實都是一些制式的資訊 我這邊是截圖截下來 這樣大家可以看到ABCD 這樣不同的欄位 那在這邊的話 有這樣的一個表 其實若是拿到一個軟體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它的授權資訊有哪一些 然後還有它的下載位置是在哪裡 然後還有它這裡面的 它裡面所宣布用的授權條款是哪一些 然後還有一些可能的一些授權條款資訊 都非常的清楚 那在這邊的話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另外呢 XpedX它也提供一些簡單的工具 那個規格書裡面當然就是說 大家可以自行去利用 可以在座各位都可以去發展各自的一些工具軟體 然後去然後來讀取這些metadata 那同時可是XpedX它們自己提供一個很基本的四個工具 所以說同樣讓大家先去測試使用 那當然就是一個是Viewer 然後另外還有可以把 像剛才那樣子Excel的檔案的資訊 轉換成為他們的這個RDF的這種格式 或者是逆轉RDF轉換成那個XpedX 或者轉換成SpreadShift的這種格式 或者是說那它們有另外的一些 另外的Generator的一些功能 這個大概就是XpedX大概主要一些內容 那第一版的規格書 那我說前天已經release出來 網站上可以下載到 各位若是有興趣的話 非常歡迎可以上網去下載來看 那這樣子的一個規格其實制定出來之後呢 我個人是覺得說 未來它若是能夠真的推廣應用出來的話 它能夠讓自由軟體在各界的流通速率 可以大大增加 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面行駛一樣 其實你會非常的快速方便而且安全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從這樣的一件事情 其實自由軟體 它已經是從單純的商業的社群的發展 已經轉向了一些商業的利用 那回過頭來看 這個計畫其實和台灣我們這一邊的 我們在地的這一些使用者 有些什麼樣的關係 其實過去身為資訊大廠的這些很多的台灣公司 你知道他們利用的自由軟體的程度其實非常的多 而且深 可是很大問題是他們了解的非常非常的少 那所以在我跟陳夏在工作上面所常常會接觸到一些 就是大家不了解這些資訊 該怎麼樣去標示 該怎麼樣去運用 你拿到之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其實那接下來有了這樣的XXXXXX的規格書之後 跟著去做其實是會非常的方便 而且便利產業跟社群方面 未來其實我會期待說 這樣子一個計畫還有規格書 然後他能夠帶給產業跟社群一個很良性的一個互動 不過在這邊我也不可諱言 目前為止這個規格書它出訂出來 而且內容相當的詳細 对于没有接触过人来说 其实要上手 可能还有一段时间 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这个也是要考验 这个Xpedex 他们自己小组 未来在推广这个上面 看他们如何着力 发挥他们在业界影响力 把这样子一个规格 能够带动到各个角落 那我也蛮希望说 如果在座的各位 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去看 他这个规格书内容 不管你是在社群的里面 担任开发者也好 或者说你可能 自己本身是在公司里面 RD担任产品的开发也好 其实我都希望推荐你说 上去看一下 这个规格书的内容 他来了解一下 其实对于未来 整个自由软体 还有整个的生态的产业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以上的内容呢 不管是丞下讲的也好 或是我所介绍的 这个部分也好 若是大家有问题的话 非常欢迎之后 再跟我们联络 那这边秀的就是 我跟丞下 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号码 那也非常欢迎 就是说跟我们这间 OSSF的LEGAL TEAM来联络 那这份简报 大家要上网找的话 很简单 进入到Google搜寻页面 那你打入 Open Legal跟 Open Fungry 这两个关键字 那Open Legal是 我们在这个 Open Fungry上面 所开一个专案 那接下来你就会找到 进入到一个页面 那这个是Open Legal页面 上面有个下载区 那这个下载区呢 你就按Ctrl F 然后打入今天的日期 2011 0820 那你就可以找到 这份简报 那有ODT档 有PDF档 大家欢迎大家去 自由的下载 那同样的 今天我们在这边 介绍内容呢 在下一个礼拜 我们要发行的电子报 那有一篇 法律专案的文章里面 也会把今天这些内容 写在文章里面 那大家也可以 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到我们的电子报 来阅读这篇文章 那接下来呢 有一段的 这一个要介绍的是一个 我们最近同仁 在发起的一个 新的东西 那叫台湾开源法律网络 这个其实跟Expedice 还有我们一直在做的一些 这个法律的咨询 还有回答 其实有些关系 因为过去其实 我们做了很多的 咨询的工作 然后在自由软体 做的网站上面 也有一个公开讨论论坛 可是我们发觉 其实有很多人 问题不敢公开的问 那他们会想要有些 群聚私下的讨论 因此呢 我们成立了这样子一个 有这样一个发想 那成立这样一个 台湾开源法律网络 那目前呢 这样一个网络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 wiki的页面 在网页上面 那它的网址 其实很简单 就是oslm.tw 大家上网 打入这几个字 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了 那若是记不住的话 可以欢迎到 那个驻造场 ossf的摊位 在四楼上面 快要靠近大家 中午用餐区的 那个地方 那边我们会有提供 一个barcode 大家可以拿自己的 手机出来 那barcode 里面就是我们的网址 扫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 网址就可以记录下来了 那这个简单的wiki页面 现在 目前是还没有什么内容啦 我们原始的想法 发想是 仿照 欧洲自由软体基金会 下面他们一个 法律的讨论网络而来的 这个法律讨讨讨讨访网络 European Legal Network E-L-N 那它目前其实是 全球最大的自由软体的 法律跟授权的讨论的网络 然后有非常多的这些各地的律师 或者是关心授权的开发者在里面 那这个网络它除了在讨论之外 它们若是有些产出的话 那它们也会放到它们的Wiki页面上面 像这个就是它们放置产出的一个Wiki的页面 那透过这样子的 我们的同仁其实都有参与这个网络讨论 是因此我们从这个网络的整个运作而得到一个发想 所以我们也来在台湾成立这样子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论坛 希望能够说促进大家资讯的交流 那这个论坛呢我们采用的方式叫 Chatham House Rule 这个对于台湾的这边的开发者或使用者来说 可能比较陌生 那这个入我的意思是说呢 如果一个会议或是一部分 或是会议的一部分是按照Chatham House Rule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呢 那这个与会者可以自由的使用在这个会议当中的资讯 但是你不得透露演讲者或者是其他与会者的身份 还有所属机构 这其实就是一种你可以讨论 可是你也可以引用 可是你不能够泄露资讯来源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呢 在论坛里面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讨论的环境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那这些资讯呢 大家可以让别人用 可是你的身份跟你的代表机构不会被透露出去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说这样能够激起比较多的人 在台湾这边能够来讨论 台湾属于我们台湾这一块需要去解决跟面对的自由软体 在授权上面碰到一些议题 我们也希望能够去解决它 希望透过这样一个论坛 能够来集结各界的人 那目前这个网络跟架构的运作方式 其实我们也还在讨论跟规划当中 Wiki页面出来了 那我们也很欢迎说 对这个有兴趣的各界的 不管是法律背景或是工程师 或是你是社群的参与者开发者 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欢迎跟我们联络 那email 就是陈夏的email lution.cc 小小鼠gmail.com 那欢迎你来跟我们联络 那提供你的想法跟意见 好那以上大概就是 我跟陈夏这边的介绍 到此为止 那不过今天之后就是 他是陈夏我是东美 希望大家不要搞混 那我们知道CostCover 其实筹办这样一个大会是非常辛苦的 两天一夜还有结合这些 这么多国内外讲者 所以刚才开个是一个开个小玩笑 希望让大家在那个昏昏欲睡下午当中提醒一下 就是提醒一下这样子 不要那么能够容易睡着 好那今天我跟陈夏的介绍说明就到此为止 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跟陈夏还会在会场 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好谢谢 感谢OSF的伙伴带来这个 哇关于法律的问题 感觉好可怕 也感觉很实际 就是未来 就是未来